檢查及認證是政府重點發展的六大優勢產業之一 有檢定中心的負責人說 行業前景雖然明朗 但仍然面對不少困難 羅文津報導 將叫玩具不斷扔落地 扔一次不夠 還要扔五次 余感星是產品測試課程的畢業生 他是想測試玩具經過撞擊後 會不會有小倍件脫落 政府重點發展六大優勢產業 其中一項是檢測及認證 余感星對這項發展充滿信心 現在測試的各個貨品品質要求越來越多 不止玩具 可能還有食物、傢俬都可以 而我讀完這科的範疇都多 而我做完玩具 可能我可以進修其他課程 去做其他不同部門的事 檢測認證行業 日後能否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 還是未知數 但業內人士就說 要大展拳腳都有不少困難 產品測試行業是很技術性的 例如有些項目中藥 在某種食物上的專業知識 這些人才在香港明顯短缺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會開設課程 應付業內的需求 但要解決人手的問題 土地的問題 對檢測認證行業亦帶來限制 這間檢定中心的負責人說 香港的空間有限 要找適合的地方 檢測較大型的產品比較困難 希望政府作出適當的配合 現在歡迎電視記者羅文遜報導